為了挑戰馬桶西法可以修車的留言 我跟班傑特別帶著一大堆的點心 來到了修車場挑戰毆陷的環境 馬桶西法 玻璃溪盤 衛星導航固定器 這其中竟然真的有幾樣發揮了神力 為了深入了解它的原理 我們前往嘉興國中做實驗囉 裸子彈 爬樓梯 玩空氣炮 既然還有拔河 這些跟馬桶西法有關聯嗎 Jace Pauling的留言追追追 滿身大汗的登場囉 車禍是許多駕駛人的夢魘 高昂的修車費用更是讓人頭痛不已 但你可知不起眼的日常用品 其實就可以修理板金呢 有網友看到凹陷的板金一響天開 竟然想用馬桶西法把板金吸出來 沒想到這一事還真的成功了 更驚人的是 不只馬桶西法有此妙用 有網友指出 就連固定東西用的吸盤 也有同樣的附加功能 哇塞 修理板金真的有那麼容易嗎 還是這又是個瞎到爆的流言呢 廢話不多說 小兵和班傑直接前往車種最齊全 款式最豐富的修車廠了 帶著各式各樣的古拜傑西 兩人很快就霧色到一台 和流言裡大小類似的房車了 對 班傑 它就這一台啦 這台還不錯啊 只不過 這什麼 好 好 好 等等等 我才在說沒什麼奧利 跟他踹奧利 是廢車 本來似乎就是準備這一台給我們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早講嘛 那我也來講 沒錯 修車廠特別為流言追追追 調來了一部隨便我們胡搞瞎搞的房車 太感謝了 現在踹奧利的車友啦 小兵和班傑究竟帶來哪些假信啊 好 罰頭洗罰組啊 我有三隻的 我有雙嘴棍的 還有啊 還有這種 抽氣的 有沒有 不錯 很強吧 那你呢 我告訴你 我有這種 小小可愛 這門西這種吊飾的 這個很遜吧 遜是不是 好 沒關係 我還有這種 這種 有沒有 大一點的西盤 我還特別有加了繩子 好拉 方便的聲音嗎 還是太小 不夠 你還有什麼 你有沒有看過 人家汽車擋風玻璃前面 有裝那個 衛星導航有沒有 這種吸盤 衛星導航其實很重的 這個還可以吸得住 這個就厲害了吧 這個太爛了 我跟你講 那個 那個表面具太小了 你要這麼大才有力啊 班傑 我告訴你 這種東西不是大就厲害 你不要小看我這些小吸盤 我告訴你 如果 等一下 你的大吸盤吸得起來 我的吸不起來 我以後就一輩子幫你 吸馬桶 那我們要做的是板金 確定 確定 吸馬桶一輩子 你就是我的水天宮 OK 小兵落下損壞了 誰會是最後的勝利者 那修理板金DIY 比賽正式開始 先 我們現在就要吸一連的馬桶 OK OK 沒有吧 你有沒有用力啊 不行啊 換一個 你自己看就不行嘛 送解棍了 班傑 好 挨一朵 秘密武器 這一定很沒用 來 沒用 等一下 不可能 啊 斷掉 拜託 再給你一次機會 這沒力 好了沒好了沒 就沒好了嗎 好啦 這斷掉 讓開 交給專業的來 哈哈 哈哈 這小東西 當然是這麼訓啊 拜託我 這哪有可能夠力 好 加油 加油 你看 你加油是不是這樣下來 不行啊 換一種 衛星堂是不是 對 對 對 走 啊 我這組 我這個也要變 這組看起來吸力比較強 還是失敗 幸好這時小兵有秘密武器要登場了 怎麼推啊 好久定安倍啦 就是說我們台灣人呢 很喜歡這個自己泡一些藥酒有沒有 藥材啊什麼很頭風啊 或者是水啊 都會沉在底下 這個外國人是不會懂的啦 喔 班傑十八歲才學中人 小兵女就多多包涵吧 不過超大的橡膠細盤 有可能展現驚人的威力嗎 加油 加油 嘿嘿 來吧 快快快 來 過來了 過來了 太意外了 Manpower滿點的小兵 加上超大橡膠吸盤 還真的給他成功吸出板精啦 沒有 YOUHU 成功 班傑 我跟你講 你要把我吸板筒吸一輩子吧你 小兵啊 你這個小吸盤 所以板精好像有一點點可能的 是嗎 不過還是要去問一下師傅啦 好 師傅啊 你這個小小的吸盤 有沒有辦法取代你們修車廠的 專業的工具啊 有可能啦 要看那個板筋的 厚度啦 深度啦 跟位置啦 所以也不是每一個都可以修得了 是的 嗯 馬桶吸靶與橡膠吸盤 畢竟吸力有限 如果碰到板筋太厚 或是凹陷過深 力量就顯得有吸部阻伏唷 另外如果凹陷的位置 讓吸盤難以吸部 自然更是英雄不用武之力了 好 那我還是不吐氣啊 你看小小這麼一個吸盤 怎麼會贏過我這麼大大的一個 馬桶吸盤呢 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 可能跟那個 大氣壓力有關係 哦 大氣壓力 漢姐 我跟你講 我知道南部有一位老師 對大氣壓力很有研究 走 去找他去找他 好啦 那大家都謝啊 好 我帶一層 好 快走 好 快走 這車不能拍耶 好 不能拍 喂 小兵班傑 如果我們也搞錯 這才應該是廢棄車 消耗板筋不代表就能跑唄 帶著滿肚子疑問 小兵和班傑 來到了位於台南的嘉興國中 傳說中那位炮火猛烈的老師 有辦法解決他們的疑問吧 我們一定要小心一點 因為聽說 這位老師研發了很多東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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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留言追追追 我的也是呢 歡迎留言追追 去個學校 歡迎人的方式 很特別 是啊 弟弟在隊偷襲的 就是最愛動手作實驗的陳坤龍老師 而他手上這把 正是他命名為 空氣泡一號的得意之作 老師 這個武器很酷耶 它是什麼原理啊 其實很簡單 我把空氣從這邊打進去 把那裡 這是氣閥 然後把氣閥打開 氣閥裡面的空氣 就是因為內跟外的氣壓差 所以就從這個地方衝出來 然後把褲頭射出去 老師 我們經常在聽到什麼氣壓 或是什麼 多少多少百怕 重點是我們根本不知道 這個空氣到底有多重啊 陳老師不回答問題 反而拿出飲料請大家喝 是天氣太熱還是講到嘴乾了呢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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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一口一口 一口 一口 你看 這個就是大氣壓力 這個就是大氣壓力 原來當我們吸飲料的時候 鋁箔包內部的飲料與空氣 會被我們越吸越少 慢慢呈現真空 氣壓趨近於零 正是外面的大氣壓力 從四面八方擠壓鋁箔包 於是鋁箔包 就變成這扁扁的模樣了 我想到了裡面有大的實驗 不錯 我們走 嘿呀 三人從一樓走到二樓 又從二樓走到三樓 到底是什麼怪實驗 要在三樓才能做呢 大實驗 是的 這個是一個細細的塑造管 應該是小實驗吧 對啊 你可以小看這個細細的管子 等一下我們把它一節一節 接到樓下去 再利用這一台 抽氣包袱 把裡面抽成真空 抽真空 對 然後下面有一桶水 這桶水擺下面 對 當上面那一節被抽真空以後 大氣壓力就會順勢把水 從管子擠上來 老師 這個就很像我們剛剛在吸飲料 這樣子 對 簡單來說 不過大火的實驗原理 跟吸珍珠奶茶是一樣的 當我們把吸管的上端吸成真空時 因為內部氣壓降低 大氣壓力會將珍珠往上端擠壓 所以我們能享用QQQ的珍奶 要感謝大氣壓力 至於大火水會升到多高呢 我預計可以到1033.6公分 就是10公尺又33.6公分 10公尺 對 那就三層樓 超過三層樓 就是我們現在這邊的位置 很高耶 對 老師所以它水可以到多高 就表示大氣壓力有多少 水可以到多高 大氣壓力 那這樣聽起來好像不是個小實驗 真的是個大實驗 大實驗耶 那組裝吧 對啊 人多好辦事 同學們趕快來幫忙吧 哇 這樣腸腸軟軟的 好可怕 在大火而齊心協力下 高達10多公尺的壓克力管 慢慢現行了 為了有利於觀察 同學們還在水裡 添加了紅色的染料 素不素很美呢 好 我直接好了 我要上去了 接下來就等老師抽真空啦 好了 老師 我們好了 可以開始了 幫浦接上壓克力管 接上電源 實驗開始了 好快喔 真的很快耶 幫浦一打開 水位就開始急速上升了 大氣壓力的力量 到底有多大呢 一樓 OK 二樓沒問題 三樓還撐得住 太厲害了 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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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丟著水位過三樓頂的時候 終於慢慢停下來了 走… 停 停住了 差不多耶 停住了 所以老師 上面那一段就是 在空的狀態喔 等等等等 不對耶 班姐 你記得老師在實驗之前 跟我們講說 這個什麼水可以到什麼 1033.6 表示有十公尺多耶 剛剛那個高度啊 三層樓有啦 但是了不起 算你十公尺好了 還少33公分啊 要找回那消失的33公分 就要先知道老師 為什麼會說出1033.6這個數字啦 現在結果能夠達到1033.6公分 最少 最早發現真空的 是17世紀的意大利科學家托里切利 他在細玻璃管內加滿水銀 然後迅速地將管口倒轉在 一個裝滿水銀的盆子內 管內水銀柱慢慢下降 最終高度停留在76公分 因為管內呈現真空 所以這讓水銀柱維持在76公分高的力量 就是打起壓力的力量啦 水銀密度為水的13.6倍 所以用水來做這個實驗 高度因為76公分乘以13.6 也就是1033.6公分 不過受限於幫浦的力量 以及壓克力管的氣密性 管內很難達到理想的真空狀態 所以高度就矮了33公分啦 那老師有沒有更厲害的實驗 可以讓我們感覺到 這個大氣壓力的力量 當然有啊 我們的空氣泡No.2 空氣泡No.2 是的 老師你那個空氣泡 就是今天找到那個射布條 那個還有二代喔 是 那應該更厲害 可以瞄什麼東西 快拿出來秀一下吧 還要讓我回去微調一下 你們明天再來吧 什麼 老師 你就這樣走掉了 明天 今天怎麼辦 空氣泡二號究竟是什麼樣的武器 它的威力又有多大呢 哎呀 昨晚睡得真好啊 取代的實驗到來了 老師早 老師你看 你昨天叫我們留在台南 我們兩個特別去買了情侶裝 你看我們犧牲這麼大 這個空氣泡要很厲害才對喔 沒問題 起 看 為您熔動介紹 空氣泡No.2 長大1.5公尺的砲管 下端附上測量真空度的壓力表 雖然構造簡單 但是整體看起來 真的是威風拔命呀 為了測量出它的威力 老師在砲口放置了光電計時器 兩個感應器距離50公分 當子彈通過感應器時 電腦會把時間記錄下來 距離一處以時間 就可以知道子彈速度有多快了 老師 你借手準備妥當了 可以開始了吧 可以了 那今天是要用布條嗎 不 我們今天不用布條 我們改用這個乒乓球 乒乓球 這個夠力了嗎 是啊 我們待會兒等著橋 這麼有自信喔 老師 我觀察了一下 你的這個二代 跟昨天這個一代有點差別 你的一代那邊起碼有一個 這個寶特瓶 可以儲存空氣嘛 那你二代完全沒有 就一根這樣砲管而已 對 我們一樣是利用內外的壓力差 昨天我們 STOP 老師先展示一下火力大火 才有興趣了解原理嘛 裝填子彈 砲口封上膠帶 底部封上膠帶 準備工作完成 不過要用什麼當靶呢 好 老師 我們呢 特別幫你準備了這個 1.5公分厚的保麗龍板 讓你當靶 好不好 這個不夠看啊 我們現在戳的怪訊 我們用啦 看我的 啊 老師 西瓜等做完實驗再吃嘛 好不好 今天我們要把這個西瓜拿來當靶 當靶 是的 乒乓球可以打破西瓜 老師你的說笑吧 接上超氣幫浦 將館內抽到接近真空 西瓜就定位 空氣泡二號準備完成 射手預備 好 弄得要輸到三喔 OK 1 2 藍 好厲害耶 對 那個卡在裡面 太誇張了 乒乓球真的把小玉西瓜打破了 透過慢動作鏡頭 我們再看一次 換一台 再換一台 速度太快了 三台攝影機 都只能勉強捕捉到乒乓球的軌跡 光電計時器顯示 乒乓球通過兩端的感應器 只花了驚人的0.005秒 距離除以時間 速度速度 速度高達每小時360公里 能夠抽出比高鐵還快的速度 就要歸功於大氣壓力啦 因為砲管內部被幫苦抽到接近真空 刺破膠帶後 大氣壓力會快速地把空氣送進管內 這股強大的推力帶著乒乓球一路往前衝 最後就從前方砲口破膠帶而出 徹底感受大氣壓力的厲害後 該回到咱們的正題囉 老師啊 我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要問你 聽說 老師你看看班傑把這兩個馬桶吸盤 好像耍得很厲害 結果呢 我們用它修理器在板子上 還輸我這個小小的吸盤耶 對啊 應該是越大的越有力吧 這個實際上還有其他的變因 那我們做個馬德堡半球實驗 你們就懂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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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 在2014年 德國馬德堡市市長蓋里克做了一個文明世界的有趣實驗 他製作了兩個直徑51公分的超大銅製半球 把兩個半球貼合在一起後 他用真空方普把球內的空氣抽掉 驚人的事發生了 沒有使用任何黏著劑 兩個半球竟然緊密的黏在一起 那強勁的吸力就連16匹馬都拉不開啊 把裡面抽成真的外面大氣壓力這樣擠壓兩個半球 就等於是他們最好的黏著劑嘛 難怪我們用那個什麼吸盤啊 還有一個馬桶 通馬桶的 可以修理車子板金 等等 這個東西需要16匹馬才拉得開啊 這樣才太扯了吧 真的有這麼扯 你們先試試看這兩個小的吸盤 這兩個小的啊 這太小了 這麼小 一隻手指頭就夠了 你們會不會太瞧不起老師了 我出一隻手 這麼小的吸盤啊 來 一二 好 等一下再看 不行了 好 換成熟 來 一二三 不得了耶 這麼小的這麼厲害 算不錯喔 那這個鐵的果然是更厲害了 應該更強喔 這個小的不算什麼 我準備了大的 走 大的 酷耶 來 來 班傑 走了 做實驗了 還打電話 老師準備大了 那我們不是需要16匹馬嗎 我準備好了 對 馬都準備好了 是的 老師 你太傷道了 對不起啊 什麼叫傷道 就是老師很厲害啊 準備了16匹馬 上道啦 上道 還是趕快來瞧瞧陳老師設計的馬德堡半球 怎麼不像半球 反而像是火箭啊 老師 昨天不是才跟你講嗎 我們留人追追追啊 喜歡大的實驗 我本來以為啊 你會準備一個馬德堡半球 結果就這樣子 這麼小一個啊 是這樣的 如果要製造一個 跟當年完全一模一樣 五十一公分直徑的大銅球 嗯 不僅花費很多 嗯 而且 重量很重 不怕會有危險發生 哦 完全重要 所以老師你就把三個小的組裝在一起 變成一個大的 對 那 很酷 那這個呢 對這個呢 香檳店是幹嘛的 你們看哦 如果 半球跟半球之間 沒有密合的話 你們猜會怎麼樣 太簡單啦 密合度不夠 真空度一定不高 大氣壓力就無法發揮實力了嘛 增加密合的 對 而增加密合度的法寶 就是橡膠墊和肉滑油啦 把肉滑油 塗抹在特製的半球 接口處 及橡膠墊上 對 接下來 來抽真空囉 老師你說要一個一個來嗎 是吧 對 這樣子 我們先做這一個 馬來了 蛤 馬來了 蛤 真的是馬 老師你開玩笑吧 對 老師你厲害 是什麼馬 我的馬 德堡半球沒有這麼厲害 我等一下請兩位同學 跟你們拔河比賽 OK 同學先騎騎熱身一下 等一下來拉這個 想不到老師不只是做實驗厲害 說冷笑話的功力也是堪稱一絕 我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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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製馬德堡半球 抽真空完成 拔河比賽即將開始 預備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老師啊 他那邊有時鐘 我們這邊沒有啊 這樣不公平吧 這個不是時鐘 這個是拉力計 拉力計 我跟你講 裝了這個呢 等一下啊 老師就可以看出來 我們兩邊到底花了多少力氣 把這個馬德堡半球給拉開來 對不對 聰明喔 OKOK 來來來來 好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跟你講 這個拔河比賽 最怕的就是什麼繩子斷掉之類 兩邊會飛出去 等一下後面一拉開 所以我們五個人要滾成一團啊 你不用擔心 我們的馬德堡半球之間 有安全繩 喔 對 是剛剛那個鐵鏈就是是不是 對 所以到時候我們不會被拉得很開 對 OK 安全沒問題 OK 可以放心了 可以可以 來喔 開始 這兩位主持人喜心叮嚀 卻忍安全無魚之後 馬德堡半球實驗 終於要開始啦 老師啊 你覺得我們 這樣子差不多要花多少力氣 才可以把它拉開 一個馬德堡半球 半徑是5公分 所以截面積大概78.5公分 再乘以大氣壓力 一平衡公分是1公斤重 所以乘起來一個球 大概就是80公斤重 一個球 三個球就 240公斤重 240公斤重 240我們除以五個人的話 一個人就48公斤重 對 唉唷 唉唷 前我們兩個聊天慢是吧 來來來 加油 加油 開了 唉唷 太訓了吧 怎麼大夥稍微認真一罰 三個半球就開了兩個呢 剛剛我們三顆馬德堡半球 超的氣壓不平均 所以兩顆先裂開 除了真空度不平均 小兵半傑和同學們的拉力方向 沒有誠意直現 也使三顆半球受力不同 所以這回老師和同學更加仔細地 確認每個半球的真空度 小兵和班傑的對手 也從同學變成了大失誤 好 這位好了 來 1 2 3 來 老師放鬆 功夫公力 老師來幫忙吧 老師來幫忙 來 同學下來 同學下來 同學來一個 快點 加油 再來 再來 有啦 再來 拉開啦 再來看一次這精彩的瞬間 有 在大火兒拔出超過120公斤的力道石 馬德堡半球終於被拉開了 雖然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老師 您不是說要240公斤的力量才能拉開嗎 主要是在密合度的問題 密合度啊 對 我們用了這個軟的墊片 然後又加上那個肉圓度 還有 還不夠密合 對 事實就是如此 太無奈了 機關算盡 終究還是不能解決密合度的問題 這不禁讓留言追追追 更加佩服三百多年前 那顆超大統治半球的設計者呀 所以老師 我這一隻輸給它小小的吸盤 是因為它的密合度不夠啊 對 密合度不高 空氣就會跑進去 壓力就會減小 啊 因為空氣跑進去就沒有真空了嘛 對 所以這個吸盤啊 能不能夠吸住 很重要就是裡面真不真空 對不對 然後吸盤大小 對 還有這個周圍的密合度啦 對 潘姐來 來 我們拿這個來拔盒好了 好啊 我們自己的小小馬德寶半球 老師 洗好啊 幫我洗好 唉唷 這個軟的應該很厲害喔 預備 開始 很嚇唷 馬桶洗把這些日常用品 修理板筋是有一點點可能的 前提是板筋不能太厚 裝膠的位置也很關鍵 以前修車的師傅也是用類似的工具 但是現在大多都是用電焊把扣環固定住 然後把板筋拉出來 然後把板筋拉出來 所以應用在生活中其實很常見的 例如倒油的時候 如果要倒了身上 只要在罐子身上搭個小洞 讓內外壓力相同 沙拉油就可以順暢地倒出來啦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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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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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